规定我charge我账户的小费取消掉 这客人可能没有付小费 那我也不需要再继续 这么好的服务给你 想要逃或者是免 或者是少给小费的人 钻这样的空子 无耻的邮轮公司 这怎么回事 他的小费是长得最高的那一个 你有讲过就罗马海难的这个故事 船公司都干什么了 他们给了你们什么赔偿 因为很明显当时是船的问题 因为天气原因靠不了港啊 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故啊之类的 好 吵的人越多 邮轮公司给出的赔偿就越多 虽然说谈钱伤感情 但是今天依佑还是要请出我的好朋友Nigita 跟我们聊一聊 邮轮上最常见的那一些金钱纠纷 我之前我的观众在我的频道里面 差一点吵起来的 他们争论的差一点吵起来非常激烈 然后我要把那条真值置顶了 置顶了 好 是什么呢 我也是有一集讲到邮轮消费 就是我们做邮轮的旅行的预算的时候 然后我有讲到说规定的小费 好 那就有人 我说规定小费是你一定要给的 你几乎是不可能找到理由说不给 除非你得到了非常不堪的待遇 你maybe可以去投诉这件事情 好 但是呢 马上有人跟我说 他说有一个西人的YouTuber 我也不知道是谁 然后就教大家 你可以在上传的第一天就到 你工作的部门到前台去 跟前台的工作人员讲说 把我规定我charge我账户的小费取消掉 我自己塞现金 总之我会给到这个数 分别给整理房间 餐厅 那些 想tip 我想tip的人 对 没错 我不想你来charge我 我自己来 有遇到过吗 有 很多 说实话 一般是大部分一例的情况下 会有人这样做 大部分什么 黑卡的客人 你说我这种吗 大部分因为很多老外爷 他会讲到就是说 我想 这是我的钱 这是我一部分的一些传商消费 但是我不想给到所有人 我只想给这个钱到 我care的人的身上 对 可以 你可以这样操作 因为在guess的contract上面的话 它是在小费上面 你是可以adjust你的金额的 哪怕说每天是16块 或者是17块18块这样的金额 在你的系统里面要charge 但是说你想 你想降到一天给他10块钱 我们也是可以这样操作 需要理由吗 你要给我一个很明确的理由 就是我对你们的整体的服务不满意 对 你要有一个 对具体的谁 对 哪个部门 对 还有什么你会问他的 来 一般就是说你为什么要 你为什么要调整这个金额 因为我问客人 那客人就说 我想tip给 那我说 你大概什么时候会给他 或者是你要在最后一天 来操作这个事情 还是怎么样 这样的 因为系统里面都是要滚账 因为我们要看客人账单的人 对 所以说他调整金额多少 因为有的客人的话 像一些老外的客人 他是会虽然cancel到系统里面的 但是他付给stuff的这些tips 要远比你系统里面创业要多得多 所以说这样的话 其实从此也是鼓励给所有船员的人 那你们会welcome这种做法吗 就比如说我在我这个频道里面一放 很有可能我的目前位置 我只有15000个subscriber 可能有一万个人回头就跑来找你们干这种事情 就是你们的政策是会很welcome这种做法吗 就鼓励他 其实我这边我不建议的 说实话 我实话是不建议的 因为第一个是 如果说你的 就我真的是能看到你的账单 他是能看懂是怎么回事的 对他可能会想你为什么把这个小费 就调整到这样 是我服务有什么问题吗 他会觉得是自己内心的一个见识 他会觉得这客人可能没有付小费 那我也不需要再 就去这么好的service给你 因为我们是给所有客人是一样的service 没有觉得说 你是哪里是哪里的人 你是来自Asia 我们跟你不一样的service 从来不会有这样操作 因为客人的话 我会一般都会问他 因为我不知道别人是怎样操作的话 但是我这边的话 我是会一直问客人说 你要为什么这么做 然后说是哪里我们服务不是很好吗 他必须要说出非常合理的理由 你有足够的理由 那有这么有底气的 通常都是那些老道的 经验很老道的坐游轮的人 就是刚刚nakita讲的elite member 他可能对于过去 可能十几二十几年之前的 那个游轮的旅行方式 还是保持一个认同自己的那种方式 他必须支持坚持那样的方式 但是呢 可能像这样的做法 我个人不觉得说一定是不对的 对吧 好 但是会被很多刚刚开始坐游轮的新人 来扭曲这个做法 或者是被那些想要逃 或者是免 或者是少给小费的人 钻这样的空子 会这样 真的 因为一般客人说这个事情的话 我先看他老一记来 我再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看如果是你第一次来 你就知道这个要取消到这些东西的话 那会觉得肯定是别人 做足功课 对 做足功课来的 就是这样 会在我节目里面 已经不止说到一次了 就是那个非常 无耻的游轮公司 这怎么回事 我都记得意义 是我说的 无耻两个字是我说的 然后我的观众都同意无耻两个字 然后大家都同意用无耻来形容它 最近就是不是涨小费吗 然后涨小费呢 我已经不是宣布 他的小费是涨得最高的那一个 他20块钱了 已经20块了 哎呀你在船上 你在船上封闭的 你看我们这种消费者 还有EU代表消费者的 就是特别在乎这些数字 那我们今天才刚看过账单 Princess到今天为止 收了EU16块钱一个晚上 这是regular的一个数字 虽然比以前当然也是 也高了一块半 一块半 对 但是Norwegian在同时 大家全部的船公司 都在宣布涨的时候 说压 说20 最基础房间 interior吗 from 20 好吗 from OK 20起架 20起架 我们的整个套房 都没有这么多 对啊 20起架 并且他也同时宣布 他的tendon service减办 就是他整理房间 本来我们正常是 整理两次嘛 然后这个无耻的 邮轮公司说 我部分邮轮 在今年涨小费的同时 也把整理房间 然后逐步实行 变成只整理一次 虽然 你看 一般的话 邮轮公司的standard 是两次的 你看你离开他事件 还算是正确 还有一件事情 还有一件事情 然后 因为我的 我的频道 每一集留言的人 太多了 然后我 我其中有一个 我的观众留言 他是Norwegian的stuff 我没有仔细问 他到底哪个level 但他正好在放假的时候 来看我的频道 然后给我留言 然后 我有一集 讲到小费的时候 然后 当然我们就 除了是船上规定 那个无耻的20块钱以外 还有额外的 打赏的小费 那我其实是 特别在意这件事情 我有不停的 在教我的观众 就是 如果你对于服务满意的话 额外的打赏的 这一笔收入 对船上的那些 服务你的员工来讲 是一笔 非常值得在乎的 一笔收入 对 是这样的 因为 如果是给小费的话 单独的小费的话 是直接到他 个人账户去的 但是 之后的话 他们怎么处理 我不太知道 是 他们整个section 是分开 还是怎么样 你知道怎么分 anyway 我先说这个事情 我把刚刚那个讲完 然后那一位 Norwegian的stuff 就跟我讲说 他们只能 就是正常规定 哪怕剩下20块钱了 对吧 那么无耻的数字了 已经 他们只能拿到 20%到30% 但是他以前 在别的邮轮公司 他没有说是哪家 以前在别的邮轮公司 工作的时候 是可以 大家都能分到 你知道Princess 怎么分吗 因为以前 在做14块半的时候 是interior是14块半 那35%是 到49而来 现在的话都给 都平均分给dining room 这样的 就包括 就等于是说 传公司自己不keep 当然是这么讲 所以说 以前 但是他对于员工 是这么公布的 对 是吗 当我们解释账单的时候 客人问我 问我来讲 他说 14块半的话 是包括哪个部门的 那我们一般都是 都是会跟客人解释说 35%是到你的 宝账单的话 是给dining room 对 那 邮轮公司政策 也是如此 但是 Norvagen那一边的话 回头你 你把你推荐给我 另外一个 我可以采访的 你的Norvagen的好朋友 好 也推荐给我 我要搞搞清楚 到底exactly 是不是这样子 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发生一些 不如你预期的事情 那如果责任不在你 是不是你会希望 得到一些赔偿呢 好 那看过我节目的观众 全部都听过 也有讲过 就罗马海难的这个故事 没有看过的 回去翻记录 好吗 好的 那那一场呢 是又是最后一天 船呢 就 大家都赶着要离开船 那我们在罗马的飞机 已经不能赶了 然后赶快安排 所有的人去 在当地住酒店啊 换机票啊 然后travel insurance 有的话就有的cover 没有的话就没的cover OK 哦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这个故事是在我那个 讲旅行保险的那一集啊 要看这个故事的 详细的内容 就是旅行保险的那一集 好 那我很多的观众 在底下跟我留言 问我 那船公司赔什么了 这明明很明显 是这个船的问题 船公司赔什么了 来 我先说答案 OK 我先说当时船公司 给了我啥 好吗 好 有个别给我写email的观众 我有个别在email里面 有给过这么一个答复 但是我有点不太想公开讲 因为会被骂 不是骂我啊 是大家群起而公之 骂邮轮公司 OK 当时我只拿到一封信 only一封信 就是 整条船就像 就是所有的人 像热锅上的蚂蚁 当时 因为完全就是 当天的飞机 根本不可能赶得上了 罗马嘛 本身码头离机场 就两个小时的车程 对不对 好 然后 所以所有人飞机赶不上 所有人都在抢酒店 然后 所有人都在想办法 怎么离开码头 首先先要离开船 也不知道几点钟靠岸 那个时候 全乱的一塌无睹 那船上的电话 当时没有什么的打脸啊 十年前的事情 然后 电话网络 当时全部免费 但是那个 internet cafe 就门口排队 排到那个 那个大堂中间 都两个圈 Grand Princess 大家都知道 Grand Princess 有多old了 好吧 很老了 那是我training船 对 那是我training船 那我对她也很有感情 就跟她共患难过 对 好 那我只得到了一封信 在离船的时候 这一封信 干嘛用的呢 就是让我去 Camp Insurance 用的 所以说你要有 你自己的 Travel Insurance 你才可以去 必须要有 Interruption的那一块 我的天 必须是 不是很多限制的 那一种 Interruption的保险 形成中断保险 才会cover我 换机票的钱 cover我 额外住酒店的钱 所有交通吃 电话 必须有Interruption 是Princess Insurance Princess No 不是 我是反对 我的客人 跟Princess 不是 Princess 是所有的 邮轮公司 买 邮轮公司 官方的 Insurance 现在邮轮公司 坐在我旁边 我不怕她打我 反正跟你 更没关系 当时是因为 讲保险的时候 讲到这一集 大家非常关心的是 那船公司都干什么了 他们给了你们 什么赔偿 因为很明显 当时是船的问题 不是乘客的问题 我们都在半夜睡觉 好 那如果遇到 差不多的问题 你们有没有 一个标准 处理的标准 其实具体的明细的话 还是要通过 总部这边 通过船上 船长和高级的 管理船员 来去跟 总部那边联系 大部分的角色的话 都是需要 总部那边 来给到我们指示 是这样的 像这种 那么紧急的状况 他们会及时 给回复吗 不会 这个东西要通过 公司上面的 法律问题 来去帮你 走一些流程和程序 具体的问题的话 因为我没有在 Hitle Office工作过 所以我不知道 它到底怎么操作 但是具体的话 客人打到新的时候 会有一封 哪怕是 哪怕是公主 或者是不一样 邮轮公司 它会是有一个 一个hotline 就是它一个 service number custom service number 你要打这个number之后 才可以问它一些 客人自己打吗 对 你知道这种 这种line的话 是跟你打给机场的 这种 对啊 这等没有用啊 这个电话等于没有用啊 那一样过人接 一样过人接 但是你具体明信话 你真的要问他们 是叫怎么样 claim the 我是不想去面对 这个事情 因为我本身不是主张 去吵架 或者是用一些 不和平的手段 我这种天平座的人 要暴露我的星座 我不主张用任何 不和平的方式去 我希望的是 大家都是互相的 一个礼遇 你对我礼遇 然后我appreciate 你对我的好 这样子 我不要prefer这种 但是呢 我不得不承认 在我经历邮轮的 那么多次里面 第一 发生事情的时候 离最后 就是最后 结束这个旅行 有一段时间 第二 有一帮人 愿意跳起来去吵 跳起来去吵 会有很多人 是 好 吵的人越多 邮轮公司 给出的赔偿就越多 不能说越多 越及时吧 可能你也不一定 满意他给出的赔偿 就我不得不这样子讲 因为遇到太多了 像我的那个case 真的是在没空去吵 你拼命的想说 赶快靠岸 因为已经 你可能在拼命 在刷自己的机票 然后要改机票 刷酒店的时候 然后你就在判着说 赶快靠岸吧 赶快靠岸吧 然后靠了岸 恨不得立即 马上冲出这条船 对 没空潮 就是这样 结果拿到一封信 但是 如果你留在船上的话 这个管理的方面的话 它也只能是说 它会帮你full up 它会说 把你的一些问题 给到 Head of Face 这样的话 你会有一个record在 然后你有record之后的话 它会把这个东西 给到总部 然后当你回之后 再联系总部那边 它会知道你是 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你想到底要干嘛 你想要赔偿金 还是要以后的cruise 还是要怎么样 它会有一个流程在的 这样 好的 所以我们听到Nikita这样子讲了之后 我们也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在船上如果遇到了一些 就像这种公共的一些大的事情 哪怕是因为天气原因靠不了港 或者是因为什么事故之类的 你去逼前台的工作人员没有用 你逼他指着他 说你现在立即马上给我一个回复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因为他们必须是要走这样的流程去上报 我们所有给到客人的答案的话 都是要经过管理层和Hideoffice有联系之后 才给我们一个很conform的一个information 这样我才能给客人一些进行 对 那有没有一个很肯定的答案 比如说港口不停抗 就因为天气的原因 我就是纯讲天气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要讲 第二个事情就是说 当你签你的guest contract的时候 其实有一条是有显示的 说根据天气或是itannel的原因 船公司是有理由来改他的iternary的 我可能会取消港口 那个contract在哪里 该是contract 在你来船上之前的话 或有一个travel summary 那你整个把整个流程打出来 打印出来之后的话 是在最后的两三章是会有显示的 对 船公司是有决策来换港口 或者取消港口的 对 好的 那你看啊 基本上现在大家能够省着打就省着打 顶多像我这次 我就没有把整个travel summary都打出来 我只把luggage tie打出来 有不得不要用的东西 好 那其实在那边 邮轮公司已经给自己做了一个免责声明 对不对 类似于这样的一些 类似于免责声明 你拿着这个再去炒 它有白纸黑字 但是 Nekita我真的遇到不少次数 是她真的因为天气的原因 没有停靠港口 然后她把码头税退还给客人 码头税的话 其实不是很大的一笔钱 对 很少的钱 就几块钱 或者十几块钱左右 对 那那也是钱 就是也是个解释 对 也是个解释 客人也拿到一些心理安排 就是你看 不然他要跟你argue啊 对不对 你收了我码头税 对吧 这么多 你收了给我一个总数 然后结果呢 这个港口没有抗 凭什么你还要收我的码头税 那游轮公司是会 就是等于是 complementary的会退 这个码头税 还是说你必须跟他去讲了 他才会退 这也要看总部这边 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指示 对 我们是不能私自给客人 退这种港口税 因为他每一个 每个 每个快点上面都受名气上 不乱 一定需要足够了解 游轮上的规则 持续锁定 E-O的频道 你会得到更多 有用的信息 我会认识 我会订阅 我会订阅